我跟妳講這位小姐呢 是龍哥知道她擁有老闆的愛吃 沒有 是跟我老闆私人臉書 那妳私人臉書會跟她聊些什麼 就是我會跟她聊表啊 表表 她很愛買表 表 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欸 我說表妳還說對 表 what 剛剛有嚇到 我想說 哇塞 妳故意想加入 我跟妳講這位小姐呢 是龍哥知道她擁有老闆的愛吃 沒有 是跟我老闆私人臉書 那妳私人臉書會跟她聊些什麼 跟她聊 今天過得還好嗎 聊她 就是我會跟她聊表啊 聊表 她很愛買表 表 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欸 我說表妳還說對 表 what OK 我剛剛有嚇到 我想說 哇塞 故意想加入 對不對 真的好覺得對不對 每一本呢 我跟哈蘇聊厲害 是不是 哈蘇聊厲害 炸到最舒服 她的索糧炸到是整根很堅挺的 對不對 你知道因為其實有些細薯條啊 它其實炸中間 還有一些可能會是軟軟的部分 對 但它整個像我吃進去 硬到不行 硬到不行 然後脆之外 它裡面是軟的 龍哥硬了 欸 努力努力 超酥 對不對 好酸 脆脆吧 對啊 脆脆就可以 嗯 但有些雞皮會很堅 你知道嗎 沒有 不行嗎 嗯 脆又不行 很酥脆 它雞皮脆 然後非常的有味道 而且沒有任何一點油的味道 嗯 對 它不會濕濕的 對 我覺得雞皮太重要 有些雞皮真的太油 然後它那個鹽酥筋 很脆 加九成茶的五谷鹽酥筋 好吃吧 它有醃過 好 它雞肉裡面好好吃喔 你不要吃 它有獨家蜜蜜蜂醃過 可以嗎 怎樣 怎樣 人家今天很擔心 龍哥 因為它從一早來就說 你要吃龍哥 好吃 真的 這看起來就是你在減重的時候會吃 對 可是它是好吃的 那剛剛這個就是你點的那個麻辣 這個泡麵 剛有說它的湯非常的厲害嗎 對 我覺得是很清甜的那種日式關東煮湯 那種我喜歡 然後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這樣吃會比較沒有味道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用它的醬 然後它的醬是我會搭配雙醬混 對 雙醬 關東煮味噌醬 然後再加它的一個朝天椒辣醬 我就把它全部攪開 感覺很辣 對 然後吃了這個醬 然後 那妳喝它會加這個嗎 吃料才會加 對 我會沾這個醬 好 我先來喝看看 好 有清甜嗎 我跟妳講有清甜 它是有味道感 所以它是清甜 那我現在來吃吃看妳那個麻辣泡麵 好 這種就是宵夜的時候 遲到的時候就會覺得滿高興耶 它清甜耶 它沒有到很辣 對 它還有一個麻辣辣湯 你可以加上那個辣湯裡面 吃在那個醬汁頭 一樣 還不錯對不對 它還有辣椒 對 加醬就是就會覺得它的味道完整了 因為它的辣椒呢 它有 雖然有朝天椒這個品香 但它的辣椒是香的 鹹香鹹香 味道那種辣到香 我的媽 你剛剛這麼輕描淡寫的這個湯 這湯很好喝耶 我剛剛沒有輕描淡寫 然後我說它很有味道 它很清淡 你剛剛很平靜的在講這整件事情耶 它的湯超甜耶 我現在有我輕描淡寫的原因 好嗎 因為我本身不愛清淡的湯 一般的關東煮湯真的沒味道 要不然就是鹹 要不然就蘿蔔的味道 對 它的湯是有加就是一個很豐富的柴魚 干貝跟蘿蔔 蔬菜 你怎麼可以這麼輕描淡寫的講這一碗湯 我剛剛太失禮了 你要讓它道歉 你剛剛說Sorry 對 健康這麼好嗎 這麼誇張 謝謝 謝謝